Hello 大家好 豬春奴 澳門全民核酸檢測今早7時正式展開 至明早11時結束 共設有60個一般站點、6個關愛站和12個指揮站點 關愛站無需預約去就行 其餘所有檢測站嚴格執行預約制 未預約人士請不要前往核檢站 避免人群聚集 而落著無無細雨見到花地馬休氣區檢測站 人不算太多大約40-50人左右 不少都是老人家擔著把傘排隊 它應該有兩個採樣點 估計15-20分鐘都可以 而另一邊廂台山平民大廈休氣區檢測站 人不算多都是五、六十人左右 工作人員還提前幫市民掃定健康碼 掃了之後走進去坐下 說撩鼻或撩口就可以了 見採樣員都非常爽手 一撩即走 點花野草愛勤最好 質幼款多9.9-19.91 生活要有儀式感 愛情要有浪漫感 男士們女神出現 就要用花香鎖定它 愛是不需要轉介 日速花就可以同老婆的愛注入新動力 讓全世界羨慕 要點什麼花幫你找 花就是愛愛是永恆 愛勤愛你鮮花愛你 淡仔愛勤超市在新豪峰後面 王朝分店在1號A巴士站旁邊 快點加群吧 或者打電話來落單 重點區域人群需要三日三檢 有市民反映 昨天多數暫點預約額已經滿 他在上班前未能成功預約影響工作 希望政府在安排上可以著情 免他們預約核檢 衛生局說 昨天重點區域檢測和常規檢測 採樣23萬1千多人次 紅馬區採了830人次 美斯美高梅採了1566人次 合共採了23萬3千870人次 結果都是陰性 另外66萬人次左右 已經上傳抗原檢測結果 是好事來的 暫時沒人讓 氣象局在今早凌晨3點發出3號風球 預料將會在上午為止 明天晚間至後日初 改發8號風球的機會中等 而小幼及特殊教育 已經全日停課 中學我照常上課 那也好 方便一些學生去做核酸 但下午可能天氣會轉壞 可能會影響戶外站採樣工作 當局也要想想預案 否則就不要搞到 像上次核酸站之亂 落著大雨排隊那麼狼狽 這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下集見 多謝大家下集見 多謝大家下集見